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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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兩個小時是一些美國基本精神的課 所以在我開始講以前 先請我太太做一個開場白 我太太那個陳教授在東吳大學有任教 還有在農委會執順中心也有在教書 所以他先給我們做一點介紹 差不多半個小時 謝謝 大家早安 二十八年前 我第一次帶何瑞人去我們家 台中 鳳丸 去跟我們爸爸竟然 我們爸爸問何瑞人第一句話說 你爸爸想要做什麼 你這個年輕人 你這個人 你爸爸是要做什麼事 你爸爸是有什麼頭路 何瑞人應我們爸爸一句話說 我想要做一個 讓台灣人生人 最快了解台灣的美國人 我爸爸聽不懂 回過頭跟我講 你如果要嫁這樣 你自己要做就好 好安喔 你是後來要吃什麼 你要自己想好喔 我跟我們爸爸說 我不是在找長期飯票 我自己職業 意思是說 經濟問題應該 我沒有那麼大的考量 考量 我爸爸只是害害頭 說我聽不懂 你如果聽不懂就好 最後就這一句話 我是都聽不懂 你自己聽不懂就好 很多人 我在這裡第一次參加到這時候 很多人都在問說 你怎麼認識何瑞人的 我本來不想講這種 思瑞人的事情 不過我想說 方問久了 今天來講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怎麼罵他 應該是警察介紹的 但是那個警察到今天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他做這件事 民國七十一年 台北市政府辦一個 母親節烹飪比賽 對 你知道嗎 在台北新公園 當時我是一個 東風大學的老師 我帶一頓 先準備幾六九月去參加那個比賽 早上五六點就去了 去公園 去搞 然後一直到 會到時三點 主辦單位發表 我們大學 不但沒有得名次 連入圍什麼都沒有 不知道有排最好嗎 我不知道 但是 一頂學生靠到 我做指導老師 我是過去跟那些孩子說 欸 不用靠啦 趕緊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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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該整理的先整理 我們回去再說啦 所以我就在在指導 指導學生 這邊 就是什麼 市長在頒獎 北域女的樂隊在 有沒有 在奏樂 流著滾滾 那邊很慘 結果警察跑過來 喂喂喂 你們東武大學 我們學生就問 什麼事情 你們老師呢 你們老師呢 那學生就逼我 我就站在那裡 警察就過來 你是喔 過來 我就想說 什麼事情 那邊有個美國人一直吵啦 你大學老師 應該懂得英文 去跟他講不要吵啦 市長在講話 他吵什麼 你去跟他講啦 我就想說 原來 你叫我來這裡 就是要叫我幫你翻譯 我就過去問說 excuse me sir 你是什麼事情啦 齁 警察叫你不要吵啦 啊 他齁 蓋著一堆塔 在那邊講說 請主辦單 因為他是評審啦 當時有五個評審 啊 副培美是主審 你不知道 台市有一個烹飪老師喔 副培美主審啦 啊 他是一個唯一的外國審啦 其他要有三個 啊 他拿一堆的那個 評審單段話啦 請主辦單位講清楚 這個成績怎麼來的 我是評審 我沒有打成績 這樣啦 有沒有齁 我擠進去連盤子 我有看到盤子 盤子沒有看到菜 沒有辦法打成績啦 你知道嗎 齁 我做評審 我沒辦法打成績啦 我這麼高狀都擠到 只看到盤子 那個副培美 躲在我後面要擠進去 他連盤子都沒有看到啦 我證明主審齁 連盤子都沒看到啦 請主辦單位 你要頒獎 請你講清楚 那個獎就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他就這樣 氣大大高高的 怎麼隊伍這樣發 我齁 一方面要聽他講 一方面要聽樂隊 有沒有 市長 講話 所以我給他叫他拚 說 Excuse me 那個 我 我現在沒辦法 他說 所以他說 所以你走開 我要請主辦單位 講清楚 這個獎怎麼來 這樣 啊 結果 我也沒有辦法 我知道 我要走 不過感覺這個外國人 可能可能 一個人發了整身汗 沒人插 所以我就給他一個名片 我就給他一個名片 說 再談 有事 等以後再談 我給他一個名片 我想他也很 外國人 西方人 有一點心疏 他也回了我一個名片 說謝謝 我回去 回去 回去處理我的 學生了 不知道他後面怎麼樣 跟他講 跟他講 一生汗 跟他講 一生汗 跟他講 我回來 學生在那邊哭 我就跟他們說 不用哭 不要哭 我們的學生一直哭 意思是他們準備多久 多久 我們最早來的 我們最用心 學生在哭 我說不用哭 我們收回去 慢慢想想看 我當然不能 我不用跟他講 我說我們收回去 慢慢檢討 就回去 回去後 我就拿他的名片看一下 聯合報特約記者 你知道 跟什麼 聯合報特約記者 再來專欄作家 我看一看 想像我就打電給他 晚上才可以打電話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喂 Mr.Hassel 你這個人 Erin 你自己是記者 你他做到這種事 你不要嚇一嚇出來 你自己本身是當事 動輸假 你不能把他報導出來嗎 這樣啦 我就想一想 就打電給他 好 他多大聲把我罵回來 小姐 你哪一國人 你會不會看報紙 我想說你這外國人怎麼這麼 這麼惡 你曉得你哪一國人 你曉得什麼 那個報紙 寫出來 可以登跟不能登的嗎 你不知道貴國嗎 你是哪一國人 報紙就不會看 報紙 什麼事情可以寫真的 什麼事情可以寫假的 都是假的 你不會看嗎 好 我想說 你還當什麼大學老師 好 我掛掉 這外國人這麼壞 我想一想 我 我腳上去講 還給你媽 我說你哪一國人 連報紙都不會看 我覺得 想一想 我想一想 這個外國人怎麼這樣 不過 好像 彭公這樣 就 就 就侮辱 最後再跟他講一句 你當什麼大學老師 連報紙都不會看 連報紙都看 都不會看 你當什麼大學老師 哇我 好 怎麼 電話掛掉我給我媽 這句 有一點覺得 實在不甘願 不過 不知道要怎麼引人 結果 我想一想 我有需要了解 你既然是記者 所以我就跟他說 好啦 我靠電話 好啦 請你吃飯 喝咖啡 請你喝咖啡 我至少了解 為什麼你 你 你剛才的事情 你不能報 當事人 他就跟他說 喔 那報紙要怎麼 邊審 還怎麼 你寫一百項 還不好 還怎麼真實 像台人可以寫真的 寫的都不行 好不好 台人放會一關 社會版 那些是真的 所以 蛤 沒有 是 但是他說 道文 道文 大家 都在看 那而已 我每天有台人 沒有 分屍 我在咖啡店的時候 我請你 一個 在聯合報附近的一個咖啡店 我請他喝咖啡 聽聽看 我感覺這麼奇怪 這個人 怎麼流浪漢 這奇怪 電視上這麼有名 報紙也這麼多名氣 是怎麼出門 七八包 都在塑膠 髒衣服 床單 什麼 七八包 流浪漢 是不太大嗎 覺得很奇怪 最後我就問他說 喂 何先生 你幹嘛出門 帶這麼多東西 什麼床單 有沒有 臭襪子 什麼 七八包 塑膠 這樣流浪漢 還賣一包 那個是他的文稿 他就說 不好意思 他說 我住在聯合報這裡 聯合報那邊 包給人家洗衣服 一個月四百五 四百五 給洗衣店包 我 聽西門町才四百塊 所以我每天 要把那個髒衣服 拿到西門町去 給我洗衣店 然後把乾淨的拿回來 所以也有床單 也有西裝 也有內褲 你知道嗎 我當時有一點覺得 這麼奇怪 這行學經濟 經濟學生 這五十塊 一個月 聯合報到西門町 這行坐公車這樣會好 但是我不敢問 這禮貌問題 我不敢問 結果經過差不多 再兩禮拜 換他腳過來 他說 小姐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我說什麼事 他說 我那個評審會三千塊 要退還給人家 我沒有評審 我沒有工作 也沒有評審 那三千塊 要退還給主辦單位 沒有人要收 我打聽不出 什麼方法 才能把錢提醒人 你台灣人 你當地人 你比較知道 你們政府的手術 好嗎 我可以 他說我 他說我 一天要花四個小時 學中文 我又要去報社 我又要做家教 養活自己 所以 他完全沒有時間 好 好來處理這個問題 不過 看在心上 這三千塊 他不知道要怎麼才能 退行人 我聽了以後 其實 我那時候很感動 我覺得說 這個傭肚子 五十塊一塊 你就聽我 為西門丁 聯合報到西門丁 米酒 連那個床單 連臭襪子 都要拿到西門丁去洗 一塊錢五十塊 這評審費三千塊 因為你不跟評審 你願意找人 當時我媽想去想說 我 在國外留學 我高中在日本讀書 大學在日本讀書 當然我在學生讀書 旅館管理 我回來 回來台灣 我其實抱很大的熱情 要回來台灣 你知道 早期的留學生 沒有人要回來 我在國外有很好的待遇嘛 我給旅館管理 回來台灣人 政府說你要做什麼 老的孩子 怎麼可以做企業而已 還是香蕩而已 不然你要回來 幹嘛 所以 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大家回來台灣 都有一股熱忱 不過回來之後 真的 真的 我走都不通 最後大家都去找一個角色 我就在大學教日文 教一些專業科目 這樣 這樣 這樣發現 這個 隨時我去想到 外國人 那種老實 你知道嗎 我沒有 人的國家 會強盛 有它的道理 那個地方發現 台灣 人家說台灣跟日本 我要講的 國民功德 落後日本 五六十年 用一個國民功德 這個角度 這次的地方 大家都看到了 一瓶礦泉水 人們不會想要多藥 那種國民素養功德 如果 我在想 在我看起來 中國大陸 六五日本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二兩百年 滴火 那個火條 骨頭燒掉 或者 那個 一輩子 輸人家一輩子 整個在這個地球上 我沒有尊嚴 所以我 那個時候 開始覺得 這個 其實 有他很可貴的一面 那個時候 我才跟他交往 但是 在跟他交往的過程 輝瑞園 因 老爸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是德國厚一 不是純美國人 讓美國人 有一些天真 浪漫 對吧 他們的都沒有 很均勁的 好 跟這種人約會 一雙雙味就沒有 無聊到底 所以他講的話 沒有一句 聽起來很浪漫 你知道 他講 所以 你知道 他比較說 在跟我談話的過程 比較說 比較說 我是馬州 馬州高中 馬州高中 畢業的 你知道 馬州高中 我不是普通學校 我 我 我導演講 又怎麼樣 我台灣 從幼稚園 就貴族學校 到大的 全世界名校的 又什麼一個高中 我們學校 比美國歷史 扎三年 美國的高中 第二 他說 我讀高中 你看他現在六十幾歲 他說他讀高中 四十幾年前 我的學校裡面有飛機起落降 那個起飛降落的塔台 全美國的人 用自家飛機 送孩子來這裡 來寒暑假開學 寒暑假 全美國 我的同學都是自家用飛機上來的 我們學校有那個起飛降落的塔台 這聽起來 我們台灣還沒聽過 我跟阿公 你知道嗎 我的同學的姓 你如果覺得他很奇怪 你問一下 為什麼姓洛克菲洛 這一定有關係 我同學的姓 為什麼姓甘乃迪 他說 我們同班同學 還有姓索克 什麼姓索克 索克疫苗 諾貝爾獎 小兒麻痹 那我坐在我旁邊的同學 每個都叫得出 除了來頭之外 還要有相當的頭腦 因為這個學校 全校八百人 是在訓練美國這個國家 未來的政治經濟 法律的領導人 整個學校 八百個全體住校 就是訓練美國這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告訴我 你知道嗎 兩代部系總統 都是我們學校高中畢業的 什麼哈佛大學 什麼那個那個 哪有什麼西齊 齊 哈佛 你們台灣人知道 哈佛大學 葉魯大學 你們應該要聽到 馬州高中 這個高中出過多少 美國總統 Andrew 比較像的都是高中出來的 我說YN 聽聽聽 因為我在日本也是貴族高中 日本麗教大學 也是日本的貴族大學 台灣我也是貴族的 嘿聽起來根本不一樣 不過齁 這都小事喔 你好像跟我说一行我惊讶 我说你高中 关于学校八百的孩子 几校都关于学校三年 你们都在干嘛 他说晚上 白天就上一般的功课 运动 可是晚上 全校规定 晚上 七点到九点半 两点半前去 全校一个礼拜五天 都在读什么 宪法 你们听不懂 高中小孩 高中生 跟你关于学校读宪法 说什么 三年宪法 要做什么 我当初有点觉得奇怪 骗校 我在东方大学教授 我们学校都有的法律室就有名 你知道吗 我当初都在许书都都有的 奇怪 我问教授你教什么 如果要教宪法的教授 虽然说 没用啦 我教那个没有用的 哎呀骗骗人啦 说到宪法的教授 刚才很爱三节 我们宪法也没有再用 撩摆名词啦 有一个名词 有人来 学生也知道没有用 所以没有人念啦 没有人在认真啦 老师也混 学生也混 因为这东西没用 台湾连宪法法庭都没有 有没有 青菜都要有一个法庭 你说你教人宪法 宪法 如果有事情 就是违反宪法法庭在哪 台湾连宪法 所以宪法的教授 宪法的教授都建设 在学校刚才就问 有学校啦 你问说 张教授你教什么 先叹一口气啦 所以我们来听到 人家改宪法 改同情 觉得 在学校就像教授 没社会 没地位 自己也感到没用 我怎么 何人说到 他们高中 什么 整校都来认认宪法 我就说 你们读宪法 你们学生 高中生读宪法 你们敢不反抗 那不要考虑 台湾学生不考虑 就什么要认 你们敢不考虑 我说没有啊 将来 要升大学 会不会考 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帮忙 他说没有啊 诶 不然要考虑 算大学也没关系 那现在就要认 我说 你学校用什么方法 让你们 让你们 这么认真认认三年的宪法 你说 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一句话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未来是要负责美国国家的方向 政治经济 军事各方面 整个国家的领导 那你这一辈子 你如果有读到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想不通的 美国的宪法都会告诉你答案 你宪法如果读得通 你这一生没有困难啊 他说 这样子的小孩就紧紧紧来讨宪法 诶 宪法不是跟你罚条后你知道吗 要打到什么程度 打到看得懂判例 破雷 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下来 都几行的 都一条的破雷 代表 那时候美国的国家政策 跟思考 属胸 那个答案在那裡 所以说 所以打到什么 好 好 他就跟我说 我来台湾 最大的困惑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 我看不懂台湾 到底跟美国什么关系 为什么台湾关系法 属于美国国内法 美国这个国家 怎么没有什么西班牙关系法 没有什么意大利关系法 是怎么全世界好像有一个台湾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执法 他面条一定有宪法嘛 所以在他的困惑做记载 这么困惑的时间 他一直往这个方向想 然后是因为我爸爸告诉我说 你跌到这种人 你后面的肚子就下来 让我走到要死 所以我想说 不然我们来开一个英语补习班 家里制造经济稳定 做一个经济稳定 所以民国七十二年开始 我和何瑞瑩开始交 开在台北中山北路 马街医院 对面开一个英语补习班 台湾最早的 结果我开英语补习班 我开在那十楼 因为那个补习班是很顶让 你知道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就进去那个大楼 结果那个大楼 怎么你知道 我开英语补习班 我们两个都走到要死 白天都趕去工作 晚上我就回到拼手 又教书 又驾便所 英文他教 日本我教 很烦恼 房租 水店 开销这么大 都没看到学生 都没学生 晚上来教都一个两个 我们的贵台小姐说 不要紧 钱这么多 我说是怎样 有时间到了 大家都会来缴钱啊 我说哪有这种事 我怕是什么事 我们那个大楼楼上 地下舞厅 楼下地下酒家 所以大家都要来我们这六支 报那个进修 我来学英文学日文 公家的可以报进修 大公司的也都是学 贸易公司都可以报进修 来 大家都在楼上跳舞 跳完到地下酒家 为什么 那个时候 没有大哥大 他们公司如果下来 他们太太如果下来 我们小姐只要讲说 现在在上课下课 再给你回电 好不好 他们交钱就是要这句而已 现在在上课下课再给你回电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吧 我 我真的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办 这不是头脑迟早的出事 我们小姐说 没关系 钱收来就好了 我 我还是 心理上觉得不是办法 要走路要走长久的路 所以我想办法要安装 那个时代 台湾没人 没有小朋友在读英文 我说没办法 我宣布说 我们 把这些学生宣布 把整台说 你跟大家说 我们明年开始改成 儿童英语补习班 让他靠来说 对不起我们只有收儿童 没有教大人 我们不要这样子 结果 这就是我们台湾 第一个 教儿童英文 是这样开始 结果我们教儿童英文 可以教到 警察 军 那些宣布 所有人来抄 抄到 我跟何瑞领 移送法办 我们犯什么罪你知道吗 摧残民族幼苗 防派中华文化 防派中华文化 你知道 那楼上的那个 地下 地下 都没有事情 像我们家英文的 打到 警察 把我们押走 小孩 走 把他抄走 何瑞领在法庭上问过法官 一句话 如果这是违法的事情 为什么可以在电视广告 为什么可以在报纸广告 公司 有这么大的广告 整张报纸广告 招生 是不是 我问法官一句话 法官说 我是执行单位 我不是立法单位 你管你自己 好 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呢 最后 好像我们又移送财富法庭 又做什么 发展 那 后来 我们在 不妥当只好往中南部发展 搞到最后 也弄到全台湾 台湾最大的 英语补习班 现在的何家人 梅宇那个女孩 以前就是我们 我们 收容的女孩 美国流浪来台湾 很可能的一个美国女孩 那后来再说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 最后 民国 85年 我 跟何瑞领说这句话 我说 这样子 你既然 因为美国宪法可以 解决台湾的问题 不然你就专心去做你的研究 家庭跟小孩子教育我来 从那开始 温和瑞领 放下家庭的责任 专心 做 台湾国际地位的研究 那时候 经过几个年 这几个年 各式各样的困难 各式各样的状况 都说不了 都说不了 去美国的 也有让美国的律师骗掉 又有去多少人骗掉 台湾人也没有 叫他骗掉 10万20万20万50万 在取资料的时候 几个十万几个十万 都骗掉 说不了 一直到 一直到 包括我也觉得李登辉先生 真的是耍人家 我这样感觉 要这样耍来耍去 也请他吃饭 像这样 所以直到 2005年 林志生先生来找他 他们两个开始合作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最后我要说一下就是 2009年 何乐人得到癌症 医生要 要给他做手术的时候 需要我签名 我要跟他签名的时候 我想到说 应该要问一句 万一要怎样 你要打在那里 说 应该要问清楚嘛 你台湾告诉我一个 意思是说 你不需要把你送回去 天哪时 跟你父母 埋在一起 一点点 然后回答我一句话 不需要 我已经变成台湾人了 不需要把我送回去 他说 多一个外国人 在台湾 投入了超过半生 以上的 外国人 台湾有马接 有这么多 船交士 对吧 在台湾 投入一生 的人 多一个人 死掉以后骨头骨灰 必须抱回去的 美国人 没有你台湾人这种 这种属性 投入在哪里 落地于当地 马接玉 马接博士 流鼓台湾 这种 这种 潜力 跟你们 台湾人 中国 你们汉人 落叶 跟我们属性 不一样 不用这样 考虑 好 这两年来 感谢 周边 大家对 支持 鼓励 甚至在他身体 不适合的时候 你们一起去美国 一起去 一层一层的 走过来 这一段时候 感谢大家 给 何乐园的支持 跟帮忙 谢谢 谢谢 听完垂传民主幼苗的故事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 就是 美国宪法和 这个 基本精神 这个就像他说的 我们是在高中 我们也是研究这个 不过 就像说起来 欧巴马是 以前是什么宪法教授 但是 这个 一般那个宪法的课程 有 在美国 就算 法律 研究所什么的 有 两个 部分 没有教 所以 你在台湾 你也碰到很多那个美国宪法的教授 你请教他们这个台湾国际地位 他们没有办法从美国宪法去看 没有办法从美国宪法去分析 我 就不知道 欧巴马 有没有学过这些东西 因为 就是一般 在研究 法律研究所 但是他们将来要做个律师 OK 那你去任何一个网站 如果你有 你美国的网站 你有法律问题 他会教你 你选 你的问题是哪一类的 OK 你的问题哪一类的 有两个类别 跟我们这个团体 最有影响的 给你保证 不在那个单子上 第一 美国内岛区相关法律 没有 美国宪法下 军事管辖权 No 没有谈到这个 这两个是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美国律师 没有学这个 要作为美国律师没有学这个 欧巴马又没有学这个 我有我的怀疑 因为 他没有 他的学生不要教 所以 为什么要 学 OK 所以这个chance it out 美西战争 美西战争 1898年 美国 那个时候有个刊物 可以比喻 苹果日报 他是每天要有很多 山东新的新闻 所以他发觉 就在美国的 所谓后门 古巴 哇那边西班牙的这个暴政 压迫人民 怎么可以在我们民主的美国的后门而已啊 就有这么残酷的一个政府啊 太可怕了 每天大事的报道 每天大事的报道 所以美国人很愤慨 对不对 1898年 没有电视 没有收音机 每个人看报纸 对不对 报纸的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 就引起美国国会的注意 喔这个西班牙 应该回欧洲去 离开 我们加勒比海 西班牙 离开 我们北美洲附近 但是摩西哥已经给他打下去去了 摩西哥已经 前几十年已经独立了 所以现在他留下来的一些小 小岛 应该给他打下去 所以 到了差不多四月的时候 1898年 4月美国就跟西班牙双战 就派了军舰 到那个古巴 然后接下来派了军队 然后 到 7月17号 就已经把古巴打下来 美国占领古巴 美国国旗上去 为什么美国国旗上去 美国是征服着 是征服着的国旗上去 征服着有权利 也有义务 占领这个地方协助 重建 这个是国旗法 这是万国法 好 这一部份 这一部份 这个军队在 古巴 每天无所事事 这个军官就说 附近有个小岛 看起来不错 普特里克 你如果手肯 我那边就去拜访一下 我带一些军队去拜访一下 美国总统说 好了好了 他就带着军队到普特里克 一两个礼拜 普特里克的西班牙军队协商 投降 美国国旗又上去 在台平洋地方 那个菲律宾也是西班牙系 他们就通知美国的军队 在欧攻打马尼拉 匹里啪拉 几个礼拜 美国国旗在马尼拉上升 然后关岛 6月21号 美国就派军队到关岛去 也是西班牙在关 关岛看到军队来了 海军 就大家跑出来说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我们来攻打关岛 他说不要打 你的条件是什么 升美国国旗 好赶快升 好 还有事吗 没有 好那我们回去海边 喝我们的椰子汁 拜拜 那就回去喝他的椰子汁 关岛又 顺利拿到手中 所以这十个西班牙树的地方 就给他打下来 那对我们 比较重要的当然是 是 陆陆续续 有各方面的争执 对于这些 被占领的地方 后来 和平条约 他就 写那个和平条约也是 也是叫做巴黎条约 很多条约在巴黎建筑嘛 就叫巴黎条约 他就决定 波多黎各 各给美国 没有 没有 没有人去学 枯巴的例子 那就像昨天 林博士讲的 台湾的水子喜欢说 台湾民主化了 组建 也变成 组权独立的国家 你如果写这样的paper 给我高中教授 你的分数是零 但是完全没有法力知识的 没有这个历史 你的历史在什么 国际法不是你发明的 你要举例 你要引经续练 所以我可以用西班牙的模式 我可以用 西班牙 拥有这些小岛的模式 我可以看从他的模式 我看到什么 看到现实的地方在这里 别的国家酸战 OK 酸战后来 这个地方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这个叫做占领 占领是不移转祖传 占领不移转祖传 这个又是台湾的国际法学者 听都没听过的观念 因为 他们不学 这个部分 拓展领土 政府领土相关法律 这个在美国宪法下面 都有整套的那个结束 但是 一般 美国宪法学者 不学 因为他们 不要教那个 那台湾的 国际法学者也不学 OK 所以占领开始 占领开始后来有和平条约 签署生效 后来 最后有一个什么 最后有那个 占领是属于军事政府 管辖体系 那后来军事政府结束 而民政府 全权处理 所以有这个种种的步骤 这个是完全我们可以引述 所谓 国际法的惯例 我们用这个模式 我们把台湾摆下去 看得清清楚楚的 清清楚楚的 台湾被 政府 谁政府 是中华民国吗 没有 是美国 OK 美国很忙 好 有这个中华民国过来 他 升旗 他宣布这个是他的吗 国际法站得住吗 No 完全百分之百站不住 那是占领的开始 而且你国旗升错了 那应该是美国旗 美国是征服者 美国是征服者 你如果要证明这点 你就想想看 完全按照历史来走 你想想看 如果当初 如果美国 9月初来到台湾 他实际上是 1945年9月初已经有美军在台湾 他就跑去日本总督府那边说好我们先办一个投降典礼 好办个投降典礼美国国旗先上去 好 现在等到蒋介石军队 美国 再说就是说对不起 我给你蒋介石 这么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 你必须自己 能够接这个任务 你不能用我的船过来 你用你自己的船过来 游泳也可以 你怎么来是你的事 但是你没有 想办法自己来以前 对不对 那我就继续占领嘛 所以没必三五年后蒋介石的军队才 做那个三班船才过来嘛 三五个 十几个 好没关系 好人数够 好 他要接管 那是不是美国转 这个管辖权给他 那现在他在到处有一些影帝嘛 他是不是要放他中华美国国籍嘛 对不对 就到这里为止很 没有问题吧 那接下来 1949年 毛泽东 闯出来了 宣布建国 大量那个时候有船 那个时候有船 大量那个 中华民国的人跑过来这里 OK 好 那他的一些影帝 或是 转村什么挂他的国旗 但是 台湾美国国旗还在漂 应该是这样 OK 那等到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 就跟现在一样 日本 放弃 这些这些 没有说给谁 那 我们就可以说 没有给你 那 你那个ROC国旗也应该拿下来 你在这里没有身份啊 你那个国旗应该拿下来 那哪一个国旗在漂 是美国在漂 台湾是美国海外关系地 百分之百正确啊 这是百分之百正确啊 反而 你当初你升那个ROC旗子 等到1952 和平条约 没有给你 和平条约没有给你 那为什么你旗子还在漂 那很多人很纳闷 那那个ROC旗子不漂 那哪一个旗子要漂 他们就很很 脑子就没办法换算 实际上 是当初 接受投降的时候 你旗子升错了 其实是 征服者的旗子 不是 征服者委任谁的旗子 这个都是要下去 好好的研究那个 战争法和那个 占领的惯例 像古巴每一个阶段 什么国旗在漂 什么国旗还没漂 你没一段 和平条约生效 古巴北西班牙各人去 第二天什么国旗在漂 美国国旗在漂 为什么他还是美国管辖地 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军事政府在管辖 为什么 因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嘛 这是整个步骤 你都可以学习的很清楚 你要从美国宪法 军事管辖权 一直下去然后就 做这个分析 所以 我常常在看 那个 美国摩西哥战争 或者美国西班牙战争 我自己 在做一些图表嘛 特别是你要把日记写出来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占领加利福尼亚 几月几号 对不对 啊那个什么 啊什么时候那个 摩西哥军队什么时候投降 和平条约什么时候签署 后来什么时候生效 这是步骤要说 还有 美国宪法 军事管辖权 一个很重要的判例 就是 1866年 他们英文叫 Ex-Party Milligan 这是一个重要的 军事管辖权的一个判例 而他在讲的是 很大的一个 一个重点就是 什么叫做戒严法 什么叫做军事政府 你这两个没有搞清楚 连中国历史都看不懂 所以你不是听很多人就是说 毛泽东 那样上来 后来毛泽东 占领中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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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叫占领 军事政府 下面是占领 那是外国地区啊 毛泽东在中国不是外国地区 他是本国地区啊 所以你看这些人学中国历史 连国内国外都搞不清楚 百分之百搞不清楚 他说毛泽东窃取中国 什么意思什么 他这是政府的患吗 这个在国 国际历史上常常有耶 他说他是违法政府 我说你怎么算 他换一个政府嘛 中国还在呀 反而你跑到台湾是离开自己的领土啊 这个重点在这里 昨天林博士跟我们讲的 你跑到台湾台湾还是日本的管辖 你变成流亡政府 你如果当初 蒋介石1949年如果那边我们美国海军刚好 就是 中国内战 杜鲁门先派第七舰队来 中国民国人要过来 No 不给你过来 那个不是你的地方 没有隔给你耶 那有的跑日本 有的跑 菲律宾嘛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流亡政府 很清楚啊 那为什么来台湾会变成 自己的 那个还没有隔给你还是法律上 法律上还是日本领土耶 所以就像昨天林博士也在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中战 你打开报纸很多人说 1945年10月25日战争结束 那按照这样的解释 和平条约是 好像 有一 一团牛粪插个花上去 没有意义吧 你不觉得你读 中华民国历史好像和平条约没什么用处吗 因为你没有搞清楚什么叫中战 1945年10月25日不是中战 那是战领的开始 你所以你必须整个战争 的整个国程和处理的方式 惯例你这个搞清楚以后你才能看 九金山和平条约 九金山和平条约 美国宪法第六条讲得很清楚 他是跟宪法的位阶一样 所以 你要谈设计台湾的文件 开罗宣言 普斯坦宣言 日本投赏书 马关条约 还有一个1922年的海军协议嘛 因为那个海军协议是 说日本 日俗的这个台澎是日本的内导区 那也可以摆进去 因为美国已经承认 那个马关条约 各让给日本是完全合法的 完全OK的 这些东西 你全部摆出来 你在看美国宪法 他告诉你很清楚 位阶最高的 九金山和平条约 其他的可以摆在一边 很快 你要缴线索很快 就看美国宪法就好了 他就带着你走啊 那你再看九金山和平条约 第四条B 他写美国军事政府 对台湾有关系权 那什么叫军事政府 这个时候你要 你要去研究 军事关系权 这个时候你就 去教一些陆军的 手册 当然网络现在很 发达你查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也马上查得到 OK 然后他的定义种种 所以 我们就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解释 台湾 实际上你就可以找到他的真正的国际地位 所以我就是大概 来 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那 就跟我们常常听到的 我没有看到美军 所以我不相信这里是占领地 实际上 也不一定要看得到啊 或是换句话说 他不一定要穿军服 可能他穿普通服 你看不出来他是美军但是 现在听说美军在台湾已经很多了 所以 教理说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然后 现在 就是我们看清楚我们 台湾缺乏的就是这个民政府 所以2008年 2月2号先宣布成立民政府 然后 走到现在 美国就说那 你发身份证 那 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 别的团体也知道 我们要发身份证 所以 别的团体也问 我们可不可以发身份证 美国回答说 可以啊 你有你的自由啊 啊他们敢发吗 发那个身份证很贵 我们要 花定金我们还要怎么样 而且我们还要 观点 重点在乎美 请美国承认 OK 所以你发你的身份证 如果美国不承认 那你花这一大笔钱 你得到什么好处都没有 所以因为民进党 其他的这些单位 或是台联什么 他自己知道 他的论述是错误的 他自己知道 他的论述是错误的 所以如果他发那个身份证 请国际社会承认 没有人会承认 为什么 法理你基本的法理都没有 我们基本的法理都有 我们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我们是旧金山和平条约 随便走到联合国的那个 法律协调室 我们这个百分之百站得住啊 还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走法律的路线 我们就是 勇完之前这样 那我们这里 一个小时 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谢谢各位 去离 离政 吃力 休君10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